Hello大家好 加拿大房产经济协会最新的报告显示 5月份加拿大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 全国房屋销量环比下降了0.6% 而实际月度活动比去年同期下降了5.9% 新上市房产数量较上月环比增加了0.5% 房价指数环比下降0.2% 同比下降2.4% 5月份的全国实际平均房价为699,117加元 于去年同比下降了4% 现在挂牌出售的房源大约有17万5千套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8.4% 进入6月份市场的状况依然不容乐观 现在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已经意识到 低利率的时代已经过去 于是他们纷纷加入了去杠杆的行列 还有一些投资者受到了最新资本利得税政策的影响 他们希望尽快将长期投资房产变现 这些市场变化导致各地的活跃房源都在迅速增加 加拿大风业银行的最新报告显示 目前房地产市场首次对卖家而言更为有利 报告指出今年的房屋销量从1月份的峰值下降 与此同时卖家占比大幅回升 这创造了一个多年来首次对买家更有利的市场 房屋库存月份也飙升至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尽管加拿大央行已经开始降息 但加拿大的家庭债务支付额仍在持续攀升 现在越来越多的房主以更高的利率续签他们的抵押贷款合同 这导致家庭债务支付额持续上升 总还款额同比增长了7.8% 其中抵押贷款还款额增长了8.4% 非抵押贷款债务的还款额也增长了7% 加拿大皇家银行认为 即使加拿大央行降息 家庭债务支付额仍将继续上升 因为之前的加息影响会滞后的反映到这些支付中 预计下半年家庭债务偿还率仍将上升 加上劳动力市场疲软将限制未来收入的增长 爱可飞的一份报告显示 今年第一季度拖欠抵押贷款的人数同比增长了23% 其他信贷的拖欠数量也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在安省已经拖欠抵押贷款90天 或者更长时间的达到严重拖欠水平的抵押贷款 总额已经首次超过10亿加元 这是疫情前水平的两倍 目前加拿大银行仍有大量抵押贷款期限超过35年 尤其是六大银行持有的相当一部分抵押贷款期限超过了35年 第二季度的文件显示 蒙特利尔银行的加拿大抵押贷款组合中 有21.3%的贷款剩余探销期限超过了35年 紧随其后的是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达到了20% 加拿大皇家银行也达到了19% 道明银行为16.5% 加拿大金融机构监管办公室最近指出 加拿大债务水平已经接近历史最高水平 大约一半的加拿大抵押贷款将在未来几年内续期 续期利率将大幅提高 与此同时商业房地产的很多项目和建筑 在利率上升通胀加剧和需求下降的情况下也举步维艰 在房屋销量下降房源快速增长的同时 新房开工量仍在强劲增长 CMHC的数据显示 4月份的建筑许可总量增长了27.9% 其中BC省的建筑许可总量创下了历史新高 环比增长了81.11% 温哥华的建筑许可增长了139.7% 多伦多的建筑许可也增加了34.3% 在这个基础上 5月份的新房开工量又环比上涨了10% 新建房屋数量为264,506套 远高于4月份的241,111套 其中大部分增幅都来自公寓等多户住房的开工量 当月增长了13% 单户住房的开工量也增长了2% 5月份蒙特利尔和多伦多推动了新房建设的增长 这两个地区分别增长了104%和47% 房产市场供应量飙升 而房屋销量却在不断下降 蒙特利尔银行的最新报告指出 这主要是因为加拿大的房产负担能力已经从疫情前的合理水平急剧恶化 达到了30多年来最糟糕的水平 高昂的购房成本导致房屋销量持续下滑 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租房 由于抵押贷款利率上升 房产负担能力却没有得到改善 未来除非利率下降 房价进一步下跌 或者是收入赶上来 否则房产负担能力不会有任何改善 对于希望购买典型房产的周能收入家庭来说 抵押贷款在很多地方会消耗掉收入的五分之一左右 而在蒙特利尔沃泰华卡尔加里和哈利法克斯等几个城市 则不会占到收入的三分之一 但是在BC省和安省部分地区 这一比例会迅速跃升至近50% 在温哥华和多伦多甚至超过了三分之二的比例 这种地区差异意味着恢复住房负担能力的任务 对BC省和安省的家庭来说最为迫切 因为这两个省居住着全国一半的人 最近一份来自费盈利组织城市改革研究所的报告显示 温哥华和多伦多被评为全球十大难以负担的城市之一 报告指出温哥华和大多伦多地区是加拿大房价最难负担的城市 在过去的16年中 温哥华一直是房价最难负担的主要市场中的前三名 这份报告还指出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 加拿大的住房负担能力一直在大幅下降 尤其是在温哥华和多伦多的房产市场 而相比之下从1971年到2004年 这30多年来住房负担能力却并没有恶化 安格斯里德研究所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 三分之一的居民正在考虑搬离BC省 具体表现为36%的受访者认为 由于BC省的住房成本太高 他们正在考虑离开BC省 加拿大的各大城市也进行了类似的民意调查 今年4月份来格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 超过一半也就是54%的大温哥华居民考虑搬离该地区 其中有24%的人可能在未来五年内离开 去年安省房产经济协会的一份报告发现 超过40%的应届毕业生 由于房产负担能力问题 考虑搬离安省 蒙特利尔银行认为 如果要让房产负担能力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那就需要对利率价格和收入进行重大调整 他们对未来展望的基本情况是 2024年剩余的时间内 房价会基本持平 到2027年将温和上涨至3%的年化增长率 人均收入每年增长会略低于3% 低于20年来的平均水平 高利率会继续限制房价的反弹速度 而且加拿大可能不会看到金融危机和疫情后 房产市场危情复苏的重演 除非疫情期间那种害怕错过买房时机的焦虑情绪 再次普遍回归 目前看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 蒙特利尔银行认为 如果要让房产负担能力恢复到正常的水平 那就需要满足以下三种要求的任意一种 一是抵抵押贷款利率至少在下降2至3个百分点 甚至更低 第二是加拿大的房价进一步下跌约15% 也就是回到2020年夏季的水平 并基本消除疫情期间带来的泡沫 三是人均收入水平增长约25% 以上三点必须满足任意一项要求 加拿大的房产负担能力才能恢复到正常的水平 具体哪一项实现的可能性更大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 谢谢观看 再见